台上演着欧洲18世纪宫廷里 关键的娱乐古典芭蕾 但在这场宴会里台上的是配角 台下来的宾客才是主角 看宾客的打扮 你会以为置身于18世纪的欧洲宫廷 但这里其实是纽约现在最选的party 只要付个1000块左右台币的入场费 你就可以来这里跟变装同好们比一比 谁的装扮最棒 最符合主题 最引人注意 最重要的是TPS采访小组发现 这一系列在纽约现在红的发子的宴会主办人 是台湾来的李怡萱 但在白天看到李怡萱 夜女王变成了清纯少女 一天到晚在工作很累啊什么 可是如果这个party 你可以去衣服非常好 你会觉得你离开你的生活中间 离轩表示三年前她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20年代的上海打扮 办了一个以上海为主题的party 没想到大受欢迎 接下来接办的party越搞越大 有一次还被邀到著名的费城博物馆去办 离轩的party看起来精致丰富 但她说本钱其实很便宜 十到数万台币就办得起来 靠的全是来参加人的创意 李怡萱自己不鞠躬 但蜂拥而至前来报道的像纽约时报MTV 日本NHK却都认为李怡萱的创意及品味 才是这一连串party成功的主因 但现在显得才华洋溢的李怡萱 却自称在13岁 从美国回台湾念国中时非常痛苦 直到父母送她到加拿大念高中 李怡萱的创意才找到出口 出国之后的李怡萱不再叛逆 书也念得好 刚自著名的哥林比亚大学毕业的李怡萱 把所学发挥在办宴会上 为纽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娱乐方式 对这些纽约课来说 李怡萱的party提供的 不只是一个晚上的娱乐而已 而是一个可以延续好几个新奇的梦想 How long does it take you to plan all this?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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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ely weeks 跟这些朋友站在一起 我觉得我自己穿的实在太不恰当了 下一次来参加李怡萱的party 我一定要好好地打扮一下 李怡萱告诉我说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把这样一个party 也带到台湾去 让我们台湾的朋友 也来发挥一下自己的创意 DBA新闻饭局的黄生铺 在纽约周路报道 员 C C B